好 在这个quiz之后呢 我们来谈的是自我意识 刚才我们讲的是consciousness 就是一般所谓的醒来之后的意识啊 或是看到一个东西的意识 但是呢 意识呢 到底发生在大脑哪一个区域呢 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解释 刚才讲的Corp跟Crick呢 他们认为有一个NCC的概念 可是呢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学者 就是Gonzálica呢 他提出来说呢 只要左脑就够了 左脑就是我们的意识中心 那我来看看 看完之后呢 看看你相不相信这个理论 左脑就是我们所有的意识之处在 刚才那个影片呢 就告诉我们说 从Gonzálica这位学者的眼花认为呢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意识呢 其实是我们潜意识就已经先决定了 然后呢 左脑呢 才是真正的一个决定这些意识的可能性 右脑呢 其实没有扮演什么作用 但是Groonfield呢 他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 所以就可以看到呢 在不同的学者之间呢 对于意识到底怎么产生 在大脑的哪个脑区呢 来负责呢 其实都有非常不一样的观点 刚才我们在影片当中 有看到这个Lintern Voice 就是所谓内心的小剧场 或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所谓的独白啊 或者我们内心的一些自己的对话 这些事情呢 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心里面 就是有经验过 比如说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不滑手机的时候呢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 你会有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对话 这种对话过程呢 其实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一种展现 所以我们说思考即视心智的对话 有一种内在语言 我们称为Inner Speech 其实呢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内在的独白 一种是内在的对话 对话呢 是有这个对象可以对话的 所以内在语言呢 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它说有四种主要的特质 它具有什么Conversation 就是对话的形式 而且呢 你在对话过程之中呢 不会有罪字 是倾向于精简 而且呢 你过多过少呢 都会融入其他人的声音 就是你在对话当中呢 你可能是跟另外一个人对话 而且呢 它还会衡量或触发一些 你自己产生的一些行为 那研究这个所谓的Inner Speech 或内在语言呢 其实我们也发现 大脑里面呢 如果你是独白的时候 跟对话的时候呢 就是大脑所产生的 作用的脑区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利用这个FMI呢 和磁共振造影呢 磁共振造影呢 这些研究呢 我们可以知道 功能的区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知道呢 你在看一个文章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心中念 就是所谓的附送 你可以repeat这些话 然后呢 你在念这个文章 或是跟别人在讲话之前 你也可以rehearsal 你可以去做一个练习 那这种附送呢 跟你这种内在的语言 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对话 过程呢 其实你设计的脑区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些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 内在语言本身呢 是一种探索自己的 意识的一种情绪 除了内在语言呢 跟这种自我探索之外呢 自我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之前讲到 记忆的时候也曾经说过 就是selfness呢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 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那个不是别人 那个是自己 自我意识呢 也就是这个概念之下呢 你要产生是我跟你不一样 我们之前在讲 镜像神经元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说过 镜像神经元是一体的两面 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别人 也可以看到自己 但是自我意识的产生呢 其实大脑里面呢 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脑区 来知道你到底呢 你的自己呢 是如何被产生的 跟产生这种自我意识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你每天早上请来之后呢 你不需要花什么时间 你就知道我就是我 我不是什么别人啊 这种所谓的感觉 自我意识呢 其实呢 是可以用研究的方法 来找出大脑 到底哪一些脑区呢 是跟自我意识有关 在刚才影片中 我们有看到这个 Joe跟这个Gondonica 他们两个呢 是就是研究了多年的 这个研究伙伴 那我们就去测量说 对于一个大脑 脑裂的病人 就像这一张比 我就是Joe这样的病人呢 那他对于所谓的 自我跟他我之间呢 但大脑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脑区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JW跟Gondonica呢 的脸呢 做一个这个融合 比如说在左边呢 就是90%Joe的脸 在右边呢 就是90%是Gondonica 10%是Joe的脸 这种混合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看 这一照片 然后观察他大脑的活动 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JW的右脑呢 他在认出其他人的时候呢 会变得比较活跃 但是他的左脑呢 是认出他自己的时候呢 相片中的自己 就是左边那个90% 他自己的时候呢 他左脑的火性呢 会比较增强 所以就可以说呢 自我意识这件事情呢 跟左脑就像刚才影片所讲的呢 的确呢 跟我们的左脑呢 是有明确的关系的 所以左脑跟右脑呢 对于自我的判定呢 有不一样的功能 左脑扮演比较多的这个角色 所以也有人去研究呢 所谓这种自我意识呢 跟几个不同的脑区有关 比如说这边有点出来的 像前脑倒啊 或者是内色前额叶鼻子啊 这些脑区呢 都是你在产生自我意识的时候呢 有比较多的活性 而且呢 这些连结呢 也变得比较强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上面呢 脑科学研究上面 可以得到自我的这个网路的架构 那我们在讲这个Alzheimer的时候呢 我们也瞬间说过说 当你产生失忆症 你失智症的后期呢 就不仅仅是失去了你自己的记忆 甚至你连自我意识都丧失了 所以当你这个时候呢 看到相片中的这个这个镜子当中的自己的时候呢 认不出来是自己的时候呢 那就是你自我丧失的时候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说 当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不知道那个人是你自己的时候 这种自我丧失的感觉 那人的价值到底还存不存在 就是比较值得生死的一个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 自我意识这件事情呢 跟人存在之间的价值呢 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